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那自己是不是也有原因呢 没想到吧 会CPU你的 不止渣呢 还有大牌 东西不好用就是自己不配 怎么比那个恋爱脑还离谱啊 但对国货 不好用 就是圈钱营销割韭菜卖情怀 标签一个接一个 但实际上在我一个配方师的眼里 国货的品质和研发 真的已经不输国际品牌 咱们是时候跳出这个PUA的怪圈了 其实国货最大的原罪就是 是国货 我最近在调研试用各种品牌 发现抛去外观来一场盲测 有的国货并不是若姬 相反出乎意料的能打 于是决定一一分享给大家 第一期的主角就是花西子 这个牌子在粉柄上的试着 不止干到了盲测第一这么简单 还是脚踏实地的去研究 我们更需要什么 他理解女生更热衷清透的妆容 所以开发团队找遍了几十种原料 发现了柔胶粒 减弱粉感的同时有效遮瑕 又从古方玉绒三里找灵感 最后捣鼓出来 玉绒沙有色粉柄 毫无悬念卖爆了 当别人在说均匀肤色 卡不卡粉的时候 他在讨论更深层的东西 不同肌肤的诉求及需要的配方 这个是有难度的 更是有意义的 这背后既是品牌的初心 也是品牌研发实力的体现 超过200人的研发团队 姆姑斯专利数量就达到了179项 把定装细分品类做到了极致 什么肤质用什么型号 却被以偏概全的说成 一个粉柄出这么多种 不就是为了割韭菜吗 真是不负责任的定论 因为外观精美又被质疑产品实力 连牢里头都忍不住了 白鸟嘲讽 白瓷加花 不输于任何一个国际大牌的logo 伯伯们 或许路海很长 但走对了就不怕远 胖子 是